再来关心失婚的女性要如何走出婚姻的阴影和困境呢 天晴女性愿景协会就把创会11年来 陪伴离婚女性的故事、出版的刊物 以及有关单亲或者中高龄女性 暮年生活的各种活动资讯 在妇女馆二楼作展出 走进妇女馆二楼的展示室 墙上贴满了天晴女性愿景协会创会11年来 陪伴离婚女性的故事 还有出版的刊物以及相关单亲或中高龄女性暮年生活的各种活动资讯 从1月8号开始 这里展出协会多年来的成果 要让民众可以进一步的认识她们 来分享我们做了哪一些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透过今天 有没有启动我们送到家的服务品牌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回顾她们12年来 在女性的议题所做的一些点点滴滴 那我们期望这样的一个展示大家可以多来看 拿着牛角棒在眼睛附近的穴道按摩 松金是天晴女性愿景协会协助妇女学习的一技之长 也发展出松金小战的创业模式 这位历经两次婚姻的姐妹 当找回爱情第二春时 也因为丈夫生了一场长达六年的大病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还好有松金这项技能 天晴的松金 松了我的心 松了我的筋 还松了我的经济 因为我学了这一套技术之后 我有未来了 所以心里很安定了 我有了一个工作室 然后客源能够很稳定的 然后制造我很稳定的收入了 那松金其实是我们对一群妇女的技能赔利 那这个赔利其实很重要的是 就是希望她们能够学会自我保健 然后也能够有一个旧创业的机会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她们取之社会 回馈社会 这一次是木书 她可以你的肩膀刷痛全身 就可以自己这样刷 天晴的松金天使 会背着像是这样的小包包 里面装有各种工具 到各个社区推广服务 期望透过自我保健的方式 再辅导妇女赔利创业 进而能够回馈社会 市府社会局在106年推出了 妇女馆展示室 性别议题与团体赔利方案的计划 要让民众透过看展 达到消除性别歧视 促进性别平等的目的 今年开始是希望以女性的议题 或者是性别的议题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像互团 或者是对性别议题 有兴趣的团体 或是个人都可以 他可以透过这样的空间 去展现他的艺术 或是展现他对女性 或是对性别的一些关怀 你可以透过故事书 了解松金小站成员们的创业之路 也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游戏方式 了解中医经络等保健资讯 或是借由各项展览内容 来认识他们 暂期直到2月23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来参观 港督新闻林嘉宾秀兰针采访不到